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巴生一碗小白米饭 一小碗肉骨茶就是一天劳力生活的开始 也是巴生人最熟悉的肉骨茶面貌 那么你给我一份肉骨茶 巴生是雪兰儿的第一个城市 也曾经是雪兰儿的首府 后来才办到沙亚南 那在吉隆坡之前呢 巴生是英殖民政府的行政中心 而且也是很重要的港口城市 所以这里呢就有很多的苦力 这些搬运工人 那这个肉骨茶呢 就是当年工人为了填饱肚子 增加体力而干活而创造出来的独特地方食物 这就是肉骨茶最初的样子 后来大家所熟悉的各种肉骨茶呢 其实都是为了因而不同口味而创造出来的 不过这也成为了外地人造访 这个巴生的最主要原因 不过后来渐渐的呢 大家都停留在这个外围的新区 真正走入巴生老城区的路不多 巴生也是雪兰儿州的皇城 这里还有一个超过80年历史的老咖啡店 中国酒店 在70年代中期之前呢 三楼是客栈 二楼是西餐厅 都已经结业了 现在只剩下底层的咖啡店 这里每天早上呢 都有许多不同民族的食客呢 来这里品尝马来西亚风味的美食早餐 巴生老城区呢 在周末的时候人潮会比较多 游客来这里 除了要体验这里的市井小民的情怀之外呢 巴生其实还有什么呢 这里的海风不甘寂寞 梳理波动的思绪 画如冰块从嘴边滑出 滑溜和寒冷 尝着热腾腾的食物 烹煮青菜的热气 香味弥漫在眼前 蔓延至海湾边 恰如重复了千遍的故事 我是古老神话的树说者 而你是忠实的听众 我是海的女神 撒下柔软潮湿的绣发 同时编织着黄昏的细语 是你吗 卷起了金色的圣纸 那触不可及的是欲望 积聚在昂贵 丝绸里的秘密 就像没有满载的货船 缺了水手 停靠在码头 雪兰的洲是马来西亚 经济火车头 而巴生周围 都是工厂林立的工业区 巴生过去 它其实不算是非常依赖旅游业的 因为它有一个很大的港口 有很多工厂 所以经济才是它一个 比较重要的命脉 不过这几年来 巴生所面对的考验 好像越来越大了 不知道Jomy 你在这边这么多年 有没有发现到这一点呢 主要是巴生老城 它其实本来就是人口外流嘛 就往交区去搬 然后加上疫情的打击下 工厂很多人确诊 那感染到整个巴生 都受到很大的影响 那陆续有一些老行业啊 就开始有人确诊 然后痊愈过后又过世 然后加上前一阵子 又发生了一个大水灾 甚至之前只是不能出来工作 所以倒闭 那过后是连家都要没有了 就是亏损得很严重 所以这是开始让很多人 就好不容易回到这一区的时候 又慢慢地流失 就中到非常大的打击 不过有时候这个危机 也可以变成一个转机 对 尤其是在这种危机当中呢 能够摸清自己的优势 何尝不是一种好事 是 其实我们也觉得 人本来就会慢慢流失 然后我们也要心血注入 所以在这个推动文创旅游的过程 我们希望可以加入更多教育的元素 让我们培育更多社区的新生力军 一起来推广这个地方 所以就会慢慢想把这边变成一个 文创旅游重镇的概念去推动它 很久很久以前 人们都在巴生河两岸居住 生活 大家都称它为母亲河 因为它孕育了两座城市 一座是吉隆坡 另一座是巴生 马来皇朝的故事 一个名叫拉扎阿布朗的马来王 在河边建立了一个藏了锡框的仓库 另一个马来王名叫拉扎马哈地 他在山上建立了一座堡垒 作为基地 英国人来了 开始在巴生建立起行政中心小白宫 随着巴生越来越繁华 许多华人来到了巴生发展 英国人在巴生建了马来西亚第二条铁路以后 也将殖民中心从巴生搬到了吉隆坡去 许多印度人开始住进了林茂街 把整座老城变成了小印度 我知道巴生又叫做乌鸦城 我也注意到来到巴生的时候 有许多的地方都有乌鸦的标志 我想应该是后面有一些很特别的故事吧 对 因为那时候英国人来到巴生的时候 种植了大量的咖啡豆 可是后来因为害虫太多 所以他们又从斯里兰卡引进了乌鸦来吃害虫 但后来咖啡场一没落的时候呢 乌鸦就越生越多 所以这边就被叫做乌鸦城 但其实乌鸦它有不同的含义 它其实是非常孝顺的鸟类 它是鸟类中唯一一种的帆布 就是为它爸爸妈妈吃东西的 然后它也是非常聪明的鸟类 然后它同时也是非常忠诚的鸟类 所以它是一夫一妻子 所以绝对不会有外遇 对 不会有外遇的一个鸟类 不过说到这个巴生嘛 就很多人就觉得巴生最近看起来好像比较失色了 那你在地观察你是否定这个说法吗 因为其实巴生它是一个雪兰尔州最古老的城市 所以它有非常多的这个文化体育 那所以虽然它在历史上 因为把那个首都搬到吉隆坡过后 就比较失色一点 但其实它的教育是一直有在动的 像雪兰尔的四大独钟都集中在巴授 所以这个地方的教育是非常强的一点 对 因为巴生有这么多的华文的学校 所以可以说从小就培养了这些学生的文化的底蕴 我也记得好像去年的时候 你们还特别用乌鸦作为一个儿童的绘画这个读本 我觉得这非常的好 就等于说让这些小孩子从小就对这个 巴生这个地方了解他的故事 对他产生了一种感情 文化跟教育是分不开的 所以刚好巴生又有这样的一个教育趋势 所以我们希望让这些学生们 可以慢慢地培育他们的文化底蕴 然后培育未来的社区跟文化的推广者 那这件事情才可以继续更有趣地动下去 然后有更多的希望在未来 如果没有当初的巴生了 或许就没有现在的吉隆坡 和我们口中的巴生谷了 巴生在每一个不同的时代 都有它不同的使命 正巧我们可以用这首诗歌来祝福巴生 往南而下 南洋骨肉分离了 一种想象跋涉在拓荒的热带 历史的中间 赤脚走过的码头 一艘船又一艘船 远航程 怀香病的伤 只能以药材熬骨盛汤 让肉离散 在遥远的山水之外 治疗巨大的疲劳 没有梦可以回去了 就让肉骨开枝散叶 在这片天空 让鸟交换飞翔 让故事在这里重新的诞生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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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茜茜